我的哥哥一直恨我 他曾经亲口说 我要是去死就好了 所以如他所愿 我得了胃癌 他就后悔了 可我还是死了 带着笑容 死在他面前 将觉得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我正好到家 包里的诊断书 已经对我揉皱成一团 他以前从来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前天是爸爸的生日 他的声音冷冷的 像翠了冰 一贯如此 你为什么不回来 因为不想 我打断他的话 你回去不就行了 月初在国外都赶回来了 月初是舅舅的女儿 从小记住在我们家 他再不就行了 反正你只把他当妹妹 对面的人四十一下 被激起了怒火 带着气笛声唤我的名字 江绵 我按下挂断键 天天最后一点霞光落在屋里 我坐在桌前 将那张诊断书丝的粉碎 纷纷扬扬的纸片 落在桌上的时候 手机忽然屏幕亮起 江绝 妈妈的近日马上要到了 江绝是我的哥哥 他一直很恨我 因为我是夺走他妈妈的罪魁祸首 二十多年前 妈妈难产 我降生的同时 他在手术台上 永远地失去了生命 这是一场以心生为由的谋杀 没有人欢迎我的到来 因为我 爸爸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 而江绝 失去了他的妈妈 这场旷日持久的仇恨 从我诞生之日 其实一直绵延至今 我不是故意不去爸爸的生日的 只是那天 腹痛到几乎快要轰过去 我才意识到一点端倪 不过 其实我不去 他或许会更舒心 江绝没有再找我 我站在公司楼下的时候 深吸了一口气 毕业之后 我就进入了他的公司 从底层一点点升上来 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发现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和他见面的次数 甚至少于他和普通员工的次数 上周有个高管离职 这周一要宣布 继任人选 所有人都说 这个位子非我莫属 至少在拿到诊断书之前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 走廊上正好碰见了同事 他说我打个招呼 又一脸笑意的凑近我 免姐 升职了别忘请我们 吃大餐 我垂眸笑 还不一定 非你莫属了 他挽着我的胳膊 这一圈人里面 就数你最棒 进入会议室的时候 姜爵也在 我恰好对上他的目光 只是一瞬 又像陌生人一样撇开 姜总好 他没看我点点头 但默的就好像 我们那晚根本没有过争吵 会议室的人陆陆续续到齐 姜爵清了清嗓子 同事立马朝我几眉弄眼 我垂眸避开他的目光 下一秒 就听到一个相熟的名字 唐月初 熟悉的身影从门外进来 纤细窈窍 唐月初笑容如从前半温婉 姜爵站在他身边 将他介绍给所有人 唐小姐刚从国外回来 将会继任副经理的职位 有人下意识地看向我 我错开眼 望向台上笑容灿烂的唐月初 空气中的氛围 似乎有一瞬间的停滞 看不见的暗流波动 我戴笑鼓掌 嘻嘻啦啦的掌声 打破会议室内有些诡异的氛围 唐月初对上我的眼睛 眉眼弯弯 茶水间的咖啡味 浓到像药溢出来 我用勺子搅了搅 抿了一口 吞进肚子里时 反了些酸水 同事瞪了眼睛 愤愤不平 平什么呀 他空降就能抢你的位置啊 走后门走得这么光明正大吗 年姐 你不生气吗 明明这个职位是属于你的 你正努力 上次加班还差点进了医院 她的目光落在我眼下 年姐 不是我说 你也用不着那么拼命 少喝点咖啡 咖啡的温度透过陶瓷杯 传递到我的手上 我低声道谢 姜总应该有自己的考量 女孩子双眼一瞪 压低声音刚要吐槽 手机铃声就突兀的响起 姜绝的声音在狭小的茶水间 无比清晰 带着隐隐压抑的怒火 姜绵来我这一趟 手中杯子不稳 落了几滴咖啡 在我的白衬衣上 隔着布料的热度 也着得皮肤生疼 我低声音下 嗯 姜绝的办公室门开的一瞬间 我就瞧见坐在沙发上 微微垂着头的躺跃出 还有她手里攥的一张纸 而姜绝坐在那里 冷着脸压着肚气 从前有人说 明明我和姜绝 都是一个肚子里面出来的 却只有眼睛长得像 眼尾上挑 不笑时 就天然带着一股 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气 可惜我们俩都不爱笑 而姜绝 也从来没有对我笑过 虽然跃出是空降 但她有这个实力 姜绝 喊我名字时 姜绝错紧了眉 心里有怨言 就直接说 在背后嚼人舌根 联合同事孤立跃出 姜绝 你的恶毒 是刻在骨子里的吗 不过短短半天 我侧眸看向唐月初 她恰好抬眸 与我对上了眼 二十来岁的脸上 胶原蛋白满满 眼眶微红 眼里的泪反射了细碎的光 又立马低头 闹剧的演员 全部就位 只等着我演下去 可我实在没兴趣 陪他们演戏 嘴巴藏在别人身上 他们怎么说关我什么事情 再说 大家又不是傻子 抽气声和物体落地的声音 一同响起 本来放在桌上的名贵的钢笔 此时已经四分五裂 黑色的墨水在我脚边蔓延 姜勉 你 轻飘飘的一张纸 落在她的桌上 姜绝的话被堵了回去 等她看清上面的文字 怒火随即卷土重来 姜勉 你还是小孩子吗 你是在堵气吗 崭新的辞职信 被她揉成一团 像废物一样 被重新扔回我的脚边 才不是堵气 我从很早就知道了 我没有资格堵气 有人哄的小孩才有这个资格 而我没有 我会自己去找人士的 关上门的瞬间 她的怒吼也被我一瞳 隔绝在门内 只是没走几步 就被唐月初追上来了 绵绵 她的声音还带着点鼻音 小心翼翼的来牵我的手 绵绵 你别生气了 我不要这个职位 我去和爵哥说 你别赌气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绵绵 不要因为我 伤了你和爵哥的兄妹和气 走廊里没有人 我停下脚步看向她 唐月初的眼睛本就带着 天然的无辜 和楚楚可怜感 配着她微红的眼眉和鼻尖 总是能轻而易举的 博得别人的偏爱 像急了十来年前 她刚到我家不久的样子 唐月初 我往她逼近一步 前着她的下巴 这招真是屡时不爽 对吗 唐月初的脸瞬间的煞白 电梯到达的提示音响起 我松开手 转身往电梯里走 她似乎没有回过神来 站在原地 我看着她笑 你明明知道 我和她之间从无兄妹情分 说起来 还是你更像她妹妹 电梯门盒上的瞬间 我看见映照在门上的自己 面无表情的脸 腹部脚痛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和姜爵的关系 还没有拆到这种地步 小时候虽然她不喜欢我 却从来没有什么 过分的举动和话语 比起把我当作 透明人的爸爸 姜爵作为哥哥 是我唯一亲近的人了 那时我想 就算姜爵不喜欢我 但我们还是亲人 绪然就是如此 直到初中 唐月初来到我们家 我才发现 其实哥哥也能对别人那么好 不会总是冷着脸 不会叫他滚开 也不会对他冷嘲热讽 那才是一个哥哥 对妹妹真正的态度 可唐月初不知足 他转来我初中的第五天 我在放学回来时 被姜爵狠狠地 甩了一个巴掌 我捂着脸看着他发愣 他嘴里念一些 我听不懂的话 带头孤立 坏肿 剥毒 道歉 可是看到被他护在身后 垂着头 攥着他衣角的唐月初时 这些零零碎碎的词句 忽然又在我脑海里 拼凑成一副完整的谎言 我辩解了 可是他不信 那天爆发的争执 和显而易见的偏袒 忽然在某一刻 击碎了 我曾经天真又愚蠢的想法 姜爵不是愚蠢到 是非不分的傻子 无非是 他故意 我似乎才在那天 后知后觉的 醒悟 我的哥哥 是真的 对我怀揣着真切的恨意 我和姜爵的关系 极具恶化 可惜愚钝幼稚如我 在那时只想着 比起和爸爸一样 让他把自己当个陌生人 不如和他对着干 至少姜爵能看见我 我们之间 剑拔弩张的关系 一直持续到18岁 18岁的那年 我被拉进地狱 18岁之后 我和姜爵的关系 骤然变成陌生人 像一场 夹来而止的战争 我们不再争吵 不再歇斯底里 不再针锋相对 只是冷冷的 就像谁也不认识谁 扮完手续 回家之后 外面的天已经全黑 小区的路灯还没有亮 只能远远瞧见 对面人家里 透出的暖黄灯光 腹痛从下午 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蜷缩在沙发上 饥饿感与疼痛爬满躯体 我挣扎着起身去开冰箱 病人作呕的腐烂 为扑面而来 我似乎才记起 自己上次打开冰箱 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 我随手抓了一把青菜 简单清洗了一下 放在案板上 刀落下的声音错落不齐 鲜红的血滴落在翠绿的叶上 开出一朵 带着腥气的花 我愣了一下 疼痛自创口生长 我才发应过来 刀切到我的手了 冲动升起的时候 我没能抑制住 心就疤痕交错 又心天一条 从胳膊延伸至手腕 刀落在地上 我跪坐着 拼命喘气 我好像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 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以前医生说 病发作的时候 一定要吃药 可我没吃 他还说 多让亲人陪着你 将免和家人多交流 感受被爱 对病情有好处 可是 我看着蜿蜒的血迹 可是 我没有家人 昨晚炒的菜我没有吃 全部进了垃圾桶 饥饿感与疼痛相互纠缠 最后 让我昏死在床上 清早有人敲门 我迷迷糊糊从沙发上下来 走到门边 打开一条缝 在看亲门 外来人时 十分睡意 全部清醒 男人的眉眼挂着霜 照旧一副 没什么表情的模样 我下意识拉了门 钢铁碰撞的巨大声响一下子 将我们的阻隔 我迅速回房 披了一件外套 又换了一条长裤 在开门时 将决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良意刺骨 有什么事情吗 我直接免去和她的寒暄 她的目光下移 落在我握住 能把手的腕间 那里有一小片 彩色的纹身 将决眯了眯眼 声音冷淡 你在胳膊上也闻了纹身 我没有音声 将决似乎把这当作默认 原本默然的情绪 再度起了波澜 你非要和那个混混混在一块 把自己也变成 一样的垃圾是吗 我知道将决向来嘴毒 我们之间 关系最恶劣的时候 语言都是脆了毒的刀 毫不留情地扎向对方 但她不能说周佑 因为她是我 唯一的 最好的 朋友 男人身上若有若无的烟草味 钻进我的鼻腔 额头的轻轻狂跳 让人作呕 原本演气息骨的腹痛卷土重来 我的手紧紧抓着把手 抖了又抖 到底还是没有忍住 可预想的那巴掌 没有扇到她的脸上 反而被她紧紧攥住了手腕 成年的疤痕接触到他人的体温 我再清楚不过的 看见将决脸上一闪而逝的错愕 一手腕上的疤 只是她话没说完 就被我再扇了一巴掌 男人的头微微侧着 白皙的脸上 泛了一大片红 我用了很大力气 丝丝缕缕的烟草味 捆绑住我的神经 阴冷的恐惧赶自脚底升起 一点一点 趴满我的全身 我用力从她手中挣脱开来 万间已经红了一大片 用力交握住自己的手 才不至于让自己颤抖的那么厉害 将冕 滚 我垂着眼睛 死死盯着自己的脚 别碰我 滚出去 将决走了 我冲到洗手间 发疯似的用毛巾 去洗刚刚被将决碰到的手 增生的皮肤被磨破 血和冰凉的水一起落下 艳色刺激大脑 我扶着洗手池的边缘 大口大口喘气 终于冷静 中午外卖员来的时候 提了一大包 我一一滩开放在茶几上 浓厚的香味刺激味蕾 落了两天的胃脚蟹投降 我拿着筷子 把它们全部塞进肚子里 可是吃得太饱 肚子翻江倒海的难受 我又倒在卫生间 把它们全部吐出来 卫生间的地板 沾湿了我的衣裙 临近死亡的痛感如此鲜活 我倒在地板上 拿着手机 一点一点往下翻聊天记录 一个停在一个月前的聊天记录 周又发的最后几句话 问我 今天吃了什么 我没有回复 也没有在拿到诊断书的时候 告诉她 五年的友谊漫长又短暂 长到沉重的刻进我的生命里 又短到不过几个小时 就被我全部翻过 确定删除和姐姐的聊天记录吗 红色的字眼有些刺目 可越来越剧烈的 腹痛响是催促 让我按下了删除键 五年的回忆在一瞬间消失 连带着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一条羁绊 确诊的那天 医生盯着我的眼睛 认真劝导 虽然是胃癌晚期 但是如果积极治疗 乐观的话 还能再多活两三年 我笑着道谢 却没有接他的话 我没有废活不可的理由 我的哥哥 也曾经无比期盼我去死 我在家里 浑浑噩噩的 带了不知道几天 不断在饥饿 暴食 呕吐的恶性循环中 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偶然打开手机 才发现日子临近了 简单收拾了一下 想去商场买一件 合适的裙子 照镜子时 才发现自己的脸颊 已经迅速消瘦下去 惨白的脸上没什么血色 我想了想 还是化了一个妆 工作日的商场人不多 我漫无目的地 穿梭在各个楼层 终于在一家橱窗里 发现一条漂亮的白裙子 进门时 导购热情迎上来 我刚指着橱窗外那条裙子 想要开口 门外就传来一个娇俏的声音 绝歌 这条白裙子好漂亮 事事巧合 唐月初踏进门的时候 恰好与我对上演 小鹿眼立马瞪得圆圆的 高兴地喊我 绵绵 好似从无界地 将决站在门口 冷冷地逆我 真好啊 远在国外的妹妹归家 哥哥陪着妹妹逛街 我笑容讽刺 没有理会他们 那条裙子 M码 抱我包起来 抱我也拿一件 M码 我和唐月初的手 同指向那条白裙子 导购小姐带着歉意看过来 这款今年卖得好 只剩模特身上那条M码了 两位美女要是不介意 可以看看其他款式 我看看公司还有没有货 唐月初醋了眉 刚要开口 那给我包起来吧 我毫不犹豫地打断她 导购小姐应了一声 转身去哪 勉勉 唐月初忽然喊了我一声 我台路看她 有事吗 可以把这条裙子让给我吗 她面带歉意 你知道的 我很喜欢白裙子 连你平时都不怎么穿裙子 脸都不要了 我看向江爵 他垂落没有看我 似是纵容唐月初 真可笑 这么多年了 他真是一点没变 所有他喜欢的东西 都要我让给他 玩具 衣服 名次 还有家人 不要 我冷冷拒绝 唐月初被我噎住 看着我接过包好的裙子 眼眸又湿润起来 垂着头返回江爵身边 江爵侧身不知和他说了什么 他弯了眼睛又雀跃起来 高兴地去挽江爵的手 不忘贴我一眼 就好像得意洋洋地冲我炫耀 我的哥哥变成他的了 其实这条裙子根本无关紧要 他想要的 不过是让我看到我的哥哥 好像更爱他一点 可是谁在乎呢 反正十几年来 从来如此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江爵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 我翻了日历 计算着所剩无几的时光 一直到 我收到唐月初的短信 邀请我去参加一场宴会 最后又附上一句 绵绵 爵哥很担心你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你们兄弟之间 缓和缓和关系 他装傻冲弄的本事 永远是一流 我看了看日历 还是决定去了 金光璀璨的大厅里 穿着得体的人们来来往往 酒杯相碰等的声音 与嘈杂的人声混在一起 热闹非凡 一个人待得太久了 骤然暴露在这样热闹的场合 我有些不适应 不远处 江爵和唐月初站在一起 和别人聊着什么 江爵侧眸见我 脸色变了变 脸微微偏过来 却不动 好像在等我过去 主动和他搭话 但我才不过去 唐月初回眸 也看见了我 他立马带笑 朝我走过来 而我转身 毫不犹豫地 从热闹的宴会厅里退出 阳台上的风大 我靠坐在阳台边缘 听着背后 从宴会厅里 传来的欢声笑语 只在计算着 还有多久结束 回家 后背被人忽然搬住 我向后落入一个陌生的 怀抱 浓到不行的烟草味 瞬间将我包围 呕吐的欲望在一瞬间上冲 我强忍着不是 非该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 却又恰好看见 站在他背后的 唐月初 他穿着漂亮的礼服 冲我眨了眨眼 小包里的手机轻声震动 我拿起 看见他给我发了消息 绵绵 刚刚赵州看见你 让我把他介绍给你 我就带他过来了 他人很好的 你们好好相处我不要 对话框里的字打到一半 我的手腕已经被人握住 赵州的目光 落在我胸前 又不着痕迹离开 只是那一眼 就让曾经的恐惧卷土重来 草挪 昏暗的光线 浓重的烟味 高大的陌生人 一切的一切 崩断了我脑中 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 我捂着嘴巴干呕 颤抖着从包里 拿出一把弹簧刀 手却不受控制的乱晃 刀子划过他的皮肤 血色一点点 隐瞒我的整个世界 江面 怒吼声响起的同时 我的手被人重重拍开 刀子砸在地上 反射着窗外凉薄的月光 你在发石风 将决的声音如惊雷 我却像是被人饿住了喉 额角的轻轻 一下一下跳跃 有什么东西 像是要在我脑中爆裂开来 我捂着嘴巴 眼眶干涩到疼痛 呵呵的 像一头小兽 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穿着漂亮衣裙的唐月初 天然而至 看轻时惊呼一声 声音里带着些哽咽 发生什么了 赵周 你怎么受伤了 你不是说喜欢眠脸 想和他说不说话吗 陌生的男人锁着眉 我还什么都没干 他突然拿出来一把刀 绝歌 唐月初忽然唤了江爵一声 赵周的人品 我还是信得过的 言下之意 不言而喻 我喘了气 伸手 狠狠向他扇过去 却被挡在他前面的江爵推开 又狼狈地摔落在地 三个人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肚子痛 眼睛痛 头痛 好像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痛 我像是快要散架的 故障机器人 脑中也混沌一片 我听见江爵冷声 呵斥 你到底在发什么疯 江绵 你是不是有病 江绵 你是不是有病 我想哭的 但我哭不出来 我只能撑着墙 一点一点忍着剧痛 从地上爬起来 是 我有病 没多久可活了 我靠在门边 用尽全身力气 才勉强站直 我知道自己胃中空空 吐不出来东西 可是现在喉咙一甜 粘稠的血 从我嘴巴里涌出 滴落在我的衣服上 又掉在地板上 我看见江爵愣了一下 看见他下意识地想过来碰我 我却后退一步 你为什么不问我 为什么不问他对我做了什么 你愿意相信 唐月初的一面之词 你从来不肯听我说一句话 你从不肯听我说 因为你从来不在乎 反正到最后都是我的错 因为我是罪人 我欠了妈妈的命 是吗 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的哥哥只是慌望了极顺 又立马冷静下来 我听见他用语平常无二的声音 再平静不过地反问我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是啊 我还是不会哭 哪怕眼睛痛没要死 就是掉不下来一滴泪 所以我马上就要给妈妈偿命了 这是我 最后一次叫他哥哥 我看着江爵 蛮虫微笑 我马上就要死了 开心吗 哥哥